墨高窟是丝绸珠路上的一个重要的佛教遗址 它保存的壁画四万五千平方米的壁画里面 包括有建筑、服饰、乐器 等等的这些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些事物的证据 我们跟美国盖体保护研究所的合作已经持续了26年 这就为我们整个的东方石窟的保护 从监测到具体的壁画保护然后到管理 形成了一整套的这样一个合作成果 我们明年五月份会在盖体做一个非常大的东方艺术展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能够让国际 社会的这些公众能够了解在丝绸珠路上 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遗址它隐含的价值 因为实际上国际上其他国家的老百姓 对东黄的了解是不够的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展览能够让他们了解 这个遗产的重要性 同时也让他们能够了解我们跟盖体保护研究所 还有其他的国际组织、国际机构 经过这么多年的合作来如何保护这样一个重要的遗产 这样就能够激发出整个国际社会 对丝绸珠路上这样一个文化遗产的关注 也对它的保护进行一个关注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展览能够对各个国家的公众 还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这些公众 他们之间的一种相互理解